外交部长吴钊燮现身台北万豪酒店 对媒体发问只是不停的说谢谢 行政院副院长沈隆金更低调不发抑郁 他们要和美国国务院刺勤克拉克访团 展开美国代表团经济会议 上午会晤约三个小时 另外财政部长苏建荣 经济部长王美花 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等人都出席 还有陆委会副主委邱锤震也来了 这是继美国卫生部长来台后 美国国务院最高成绩的官员 打破四十几年来第一次到台湾来 这是很难得我们也会借这个机会 就双边互惠所共同关切的问题交换意见 台美就产业供应链合作进行交流 尤其针对半导体和网通材料的国安问题 还有投资审查的修法方向 中美方还在酒店宴请台美重要的供应链业者 相关业者皆低调没有公开献身 下午则进行台美民主对话 由国院民主人权助勤戴斯卓代表主持 讨论区域民主情势 台湾除了官方代表外 民进党学运女权立委范云 以及长期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台大教授 民居镇都被直接出席 克拉克代表团也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 晚上再到总统官邸 由蔡总统宴请 周六一早再到淡水 参加已故前总统李登辉的追思告别礼拜 当天下午反美 行程满党 不过在业党人质疑台美双方 没有实质的经济交流 稍微据国际谈判知识就了解 谈BTA也好 或者参加任何一个国际组织 那个给跟拿 我要哪些东西免税 我要开放哪些东西进来 这个都牵涉到国内产业的调整 那个不是72小时可以谈出来的 执政党强调 三天行程只是开始 也期待未来双边能进一步合作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家伟林玉堂张永卢 台湾台北报道